他要看着了 开门牛吧 第二天传票就来了 就提示你了 尝尝谁发的牛 来一块 个嘴里吧 哎呀 好久没有享受电药在你了 55岁女企业家找对象 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她 只为找个精神伴侣 好巧不巧 68岁独守空房 20年的优质大人 就想找个年轻貌美的高质量老伴 如今每月拿着4000元退休金 已经过起了田园生活 按照惯例 相切还钱少不了看衣柜 今天就小刀辣屁股 让大家开开眼 时代的衣服不仅多 关键还讲究 除了按季节分类 还得按颜色分类 细节这块 那必须拿捏得死死的 绝对是男人中的精品 我的鞋好像下辈子都穿不了 我买太多了 这都是品牌的鞋 我的衣服你看看 我看看 哎哟妈呀 裤子有三十多条 你这龟熟的也太厉害了 你这个裤子都是按颜色分的呀 这都比你自己没啥熟识的呀 对呀 这个我就夏天穿的嘛 这边都是西服了 这都是西服的 都是前色的 这个西服 这都是 这平时要出席什么场合吗 西服这么多呀 从事一辈子教育工作的 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微音师表嘛 春餐到死寺放进 蜡锯成灰类屎肝 大爷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能有书念 更是放弃前途回到家乡教书育人 我这些同学说就你这个学历 就是论质排庇排号 处长都排到你了 从小 这个老师我就 就崇拜这个老师 你应该是老师是教书育人嘛 完了上完大学之后回来还是老师 那个地方就是也是贵郊和门矿馆 但离郊和门矿六十里地 那个这种环境就不像城里那么优越吧 但是去谁都不愿意去 我就不像我去 就是为了让这些农村孩子都念 对 要孩子们都能有书念呢 你怎么学校得有人管理啊 就这么我去的 师大爷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深知农村孩子上学的不容易 除了在学校做好管理工作之外 在生活上也是无私奉献 因为家里那个说农村挺困难的嘛 孩子多 特别小孤零就不像念了 我说这孩子这么点十几岁 你讲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得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讲的机械话你怎么搞啊 你孩子必须念书啊 我就去做教掌工作的 你教掌也不同意啊 没有钱呢 那时候我工资也就是挣一百多块钱 买书 买书吧我拿上去他们买 所以这些孩子们也挺感激我啊 又没有文化说 师老师没用我能有今天吗 那个我愿意做父 愿意跟孩子们 就这么优秀且善良的师大爷 却没有迎来一个完美的婚姻 老婆不仅不知冷之热 该有的细心和温柔都与他无关 还竟往自己身上扣是盆子 差点把大爷的钱成毁于一旦 我在二小的时候 一个老师一块钱的地 六个老师不中了 我要量我的七块地 缠一天地啊 那就连背一天挺累的啊 胳膊哪都疼 我回去喝那么那五千那杯 一杯到两杯 喝酒我也不刷酒 放下不像那墨迹啥的 我就睡觉了嘛 就我那前妻 他能提出你去 那个男的我 你用啥离婚呢 我那前妻是 他喝大酒 麻将我一年也就玩个一次两次 偶尔就玩一次两次 他要看着了 开门就骂 第二天传票就来了 就提示你了 虽然从来没感受到过家的温暖 但是大爷还是咬着拿 跟前妻过了二十年 毕竟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思想保守 总觉得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 最后在姐姐的支持下 大爷终于带着两个孩子脱离苦海 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日子实在是结局 为了供孩子上大学 大爷迫不得已 放弃了热爱的教育事业 开始下海经商 干起了梅老板 最累的时候呢 就是我刚开始我自己 自己卸梅 没放个装 我不带装工 我给这厂送去 我自己个桥表没给他卸 那一车梅十四五吨 你卸那车梅 得好几个小时能给卸完 那个时候腰腿哪多长 也不太那么容易 我吃的苦挺多的 但是为了孩子 干了将近十年吧 这十年没天天做 我凡我没挣到大钱 也就估一圈没有一百万 也就个六七十万吧 七八十万那样事的 十大人的前半生 越厉丰富 失过的苦遭受的 所以更是不计其处 如今孩子已经成人 大爷也终于可以考虑一下 自己的个人问题 最好减量在六十岁一里边 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 这样的时候 必须得身体好 人家不一定长得那么漂亮 有气质就可以了 我们说贤惠的 最起码有亲情 有人情味的 一朝背时有十年怕警生 总之大爷对未来 另一半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跟前妻相反 就对了 根据大爷的条件 红娘给联系了五十五岁 高端大气上当次的 关大姐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 不是说马上赚钱 我不是赚钱的年龄了 我在这个闲暇的时候 结交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在一起 共同探讨 我们热衷的话题 创业的时候已经过去 现在就消遣有个事做 我认为做事是延长 一个女性生命 最好的一个过程 听出意思没有 姐不差钱 工作就是用来活动大脑 延缓衰老的 关大姐跟时大爷经历相似 同样是人民教师 下海经商 不过比起事业的规模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 我最早是人民教师 你是老师啊 我是教舞蹈的 我90年我就是离职了 那时候就要下海 开始办学 干了接近五六年吧 然后就又走行 走行就开始做传媒 那我还做了17年的建筑行业 你还做过建筑啊 那个时候也这个 从这个经济地义来讲 也赚了赚了点钱 年生物怎么着也得一两百万吧 瞧瞧大姐眼见和格局 妥妥的创一代女富豪啊 大姐不仅事业上顺风顺水 家庭也同样美满幸福 丈夫对自己更是体贴如碍 结婚有孩子最后 我第一次没在家里住 早晨这个请完的时候 电话就过来 我一接电话 我说喂 就没声 没声我听到对面就是 传来邓军的歌声 他说我想到了 第一次你离开我 在外边过夜 就第一次就第二次 但是我不希望 永远地离开我 到外边去住 所以就那时候很感动 所以用嫂的话 你们这个爱情 我只是看电视剧看过 这样的爱情 真是羡煞旁人 两人相互扶持携手 走过了二十年 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够 丈夫却突发心脏病离他而去 本想就这样一个人 走完下半生 却遭到了儿子的反对 原来定性是 这辈子不再找任何男人了 但是由于孩子 这个对我的一个理解 经常劝 说妈你必须得有伴 我就是本着这个 孩子这个心愿 让他少分一点心 如果再选择这条路的话 我就是寻个伴 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非常在意我的人 我是这个想法 其他的什么物质条件 这些东西在我的眼里 不值钱 没有用的 爸妈早老伴 就是希望找个精神伴侣 两个业力相似的人 到底能不能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那得见面后才知道 还可以感觉 给人的不是说年轻 老不老长的问题 而是说有没有那种 就是跟我之间那种 亲和的眼睛 有没有啊 还挺会来生 太可惜了 性格也挺好 很阳光的 别说 两个人往那一站还挺配 接着大带大妈 在家转了一圈后 又带大妈参观了一下 自己的大衣柜 他都并不该造女人了 自乎把自己造得很好 这个人生活还是蛮有规律的 看出来 因为看一个家 家就能看到了日常的一个习惯 从干净的居住环境和整洁的衣柜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自律 大姐对大爷的好感的也是直线上升 看着大爷窗台上种的小葱 那是更高兴了 咱就喜欢田园生活 今天葱贵啊 十块钱一斤 葱我自己种的 小葱自己种的 我也自己摘的 我在车上跟小葱说 我说你那什么 人人多 游戏买是多 给我找个农村的 我想过一把田园生活 那不和我自成道合吗 我也向往田园生活 我这个地带就离家有五分钟的车程 哇哟 真好 城市套路深 我想回农村 巧了 使大爷现在的生活不就是吗 大爷借机向大姐展示起了自己的有机蔬菜 跟了我 你啥也不干 我就是你的贴身男保姆 完了 我这个门罐里头 我种的甜玉米 纯绿色的甜玉米 你看 一看都好吃 这绿色的 都有香味 真好吃 要我帮忙 大姐做饭也挺好吃的 别碰了 会做饭 准备下半辈子就有点香腹 不做饭 不做饭 我做 我会做 我会做 这波狗粮洒的也太突然了 红娘站的显得都有点多余 大爷贴心的给大妈带上围权 毫无疑问 大爷这回也动心了 做家务也是一把好手 你看他 你看他那个木耳拿出来 他被水灯一灯 那个超西藏花 搁点盐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我总忘 你看他知道超西藏花 搁点盐 那个盐 这个西藏花就是绿色的 两人在厨房一句 我一句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两口子的 两人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 之后又都下海经上 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看着这么完美的大姐 大爷心里不由的泛起了惆怅 你今天 年房几时 55周岁 然后这个过了这个年 我比你长 43岁 嗯 43岁 这个年龄你不建议吗 年龄这个问题 好像是 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今天晚上 本来不喝酒 我今天晚上得喝一杯 哈哈哈哈 私下定心丸的时大呀 对大妈的喜爱 不再仅限于语言上的赞美 行动也随时跟了上来 狗粮洒的更是明目张胆 尝尝心发的牛 拿一块 跟嘴里吧 哎呀 好久没有想着 我一定要待着了 是吗 太开心了 嗯 很开心的 今天呢 我不能确立就是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我希望 也期望着 未来有一个温暖的家 就是彼此之间 我会给你的 表白太快了 哈哈哈哈 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大姐乐的牙花子都露出来了 独守空房食余带 现在终于有人疼有人 哎呀 虽说大爷快要奔妻子的人了 土味情话说的那是一套一套的 卖食物都是一个礼子当鲜 当然了 回家过日的不能奖礼 是吧 家不是奖礼的 家有点 再吃一块牛肉吧 谢谢 这口一口的头位还上瘾了 不得不说 大爷在聊妹方面 还真有两把刷子 能说会老 还温柔体贴 哪个女人都不喜欢呢 小俩 有个人有方式 我的态度就是说 今天见到大哥 你非常非常 这个感谢上舱 我希望我的下半生是幸福的 以后有这个机缘 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的账目 哎呀 OK OK 跟我说话 跟我说话 我愿意你成为我的贴旨 亲爱的 爱上你 昨那天起 甜蜜的 很轻易 哎呀妈呀 直接闪瞎我的眼 认识半天就抱在一起了 要不是红娘在 今晚应该还会是个不眠之夜了 不过 做了这么多期的相亲视频 说实话 这俩人是最登对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明天见